今天歡迎一京團 拖五年的這個軍中塑料的 方法的出案 因為這近前這個冰島 有一個休假的命案 如果還要引起外 將會主義 現在行政議會 今天就透露行政議頒本 來政部長有請過用來 解決出案 將這個軍中塑料的定義 定作息犯罪 這樣京方來進行調查 這樣就沒問題了 近前冰島發生一個 入住不幸 讓人開始 是因為有人想過要保養 他們去 因為軍中塑料 法風地法出案的註論 都讓任務不能再討論 行政議本本再去通過 很多立委也關心來進步的態度 部長是國用支出 出案把軍中塑料定義是犯罪 警察進行調查就沒問題 那告解以後如果再違反等等相關的 那當然就會有保護令 等等相關的問題 那當然我有預期能夠越快越好讓他通過 那我們警察機關對於通過後的執行 那我們一定是會按照法律的規定來處理 那應該會讓我們臺灣的有關性評等等相關的這一些法律 會更向前邁進一步 其他情況 今天這個正義的版本 有經過很多團隊參加討論 在立法定屬 各在經過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能進行進入禮 抵抗疫邏輯 當時他也臺北說 這個法案是可以帶著 一點完成立法 更有機會讓總統 發行冰東路 做向台市有遺憾的事情 現在我們到台北部 台北部 感谢观看